海巡署安平级巡防舰第六艘CG607吉安舰 18号由舰长詹正松领航抵达了花联港 为了迎接捍卫海江新战力 舰队分属东部地区机动海巡队队长庄光正 特别主持祈福典礼 并安排花联海巡队巡防艇 在花联港内进行喷水欢迎仪式 吉安舰风力承受急速为9级 采用4部的NTU高速主机 最快航速能够达到44节以上 续航力超过2000海里 并且侦射最大射程120米高压水炮 另外搭载专利设计的自动扶振艇 能够快速执行海上救生救难 越界遗传登检以及驱离的勤物 东部地区机动海巡队表示 吉安舰是该队新造的第二艘600顿级的巡防舰 后续将安排舰上同仁进行战系统装备 以及成军教育训练 经教育训练测考中心评测通过后 投入东部海域护予护权的任务 将守护民众的生命财产安全 记者凌杰花灵市采访报道